气象时间被逼加台风发展不佳 强度还是青台 就是为什么呢 未来会不会还有增长的机会 气象时间交给主播宣童 好 谢谢佳琪 被逼加台风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一个青台 我们透过云图可以看到呢 它的结构是非常的散 最主要的原因是前两天我们就提到了 前面有一个冷心低压 相对比较靠近它 就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 不断地放一些干冷的空气进入到它的核心区 而对于台风而言 这些干冷空气其实就像毒气一样 一旦这台风吸收了之后呢 它的强度就会减弱 甚至会萎靡不振 但是未来它还会不会增强呢 是有这个机会的 至少要过了来到东海这里呢 才会有比较大的机会 最主要因为东海这里的海水温度比较高 暖水层比较厚 再加上前面呢有一个黑潮暖流 这都是有帮助它发展的空间 但是呢这个台风它增强的时间点 大致会落在什么时候 台湾的气象署认为最快要到明天 而日本气象厅认为要到后天 它还有两天半时间可以增长 但是对于台湾影响都不会到特别的大 因为它会进入到中国大陆的浙江一带 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再来我们要看到今天的降雨天气 其实呢在东北风的情况之下 东北部地区有迎风面的降雨 而在中南部地区五后雷震雨 但是今天降雨实际状况也不是到特别的多 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其实中南部的雨也会逐渐的消散 只剩迎风面地区东北部有下雨 而到了明天礼拜六跟礼拜五的天气形态是类似的 因为吹的依旧是一个东北风 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 宜兰地区容易会有间歇性的震雨 而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五后雷震雨 要特别提醒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要注意有可能局部地区会来到大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而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这个台风相对比较靠近台湾 但是距离台湾还是蛮远的 所以影响的可能只有北台湾地区的雨稍微多一些些 中南部地区还是五后雷震雨 再加上因为吹的是有一点偏北风 所以毕竟是一个比较干凉的空气 所以中南部的热力作用可能也发展不太起来 可能跟礼拜六比起来雨还比较小一点点呢 而到了礼拜一到礼拜四 其实变数相对来说比较大 这时候被逼加台风已经进入到了中国大陆 台湾大致上的环境吹的是一个东风 而在迎风面地区会有震雨 中南部地区是五后雷震雨 所以礼拜二中秋节这一天呢 东半部地区的云层就会比较厚 就算不下雨要看到月亮机会比较低 而中南部地区是五后雷震雨 所以到了晚上云层会散 有机会看到月亮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而至于要特别讨论的 就是在菲律宾以东到时候还会有两个系统 不排除有机会涨成台风 但是到下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才会持续为大家来做一个追踪 下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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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